这是公鸡 我的鸡的名字叫树妖 它画的形象是很像小咪 树叶跟墙壁还有那个机关 它的尾巴是绿色的 竹轮的红色 我图四层 我很喜欢它 今天学学武化创意基金会的团队 来到宜兰县南澳乡的五塔国小 来跟这边的小朋友一起寻找地方文化色彩 五塔国小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学校 我们虽然是山林的小孩 但是我们对色彩是很有感觉的 从我们传统的织布 还有狩猎还有鞭藤 处处都有色彩学 五塔国小是一个泰雅族部落的学校 那今天呢我们也进行一系列的课程 包含学习学学台湾文化色彩网站 宜兰县南澳乡跟泰雅族为主题的图像 来学习台湾艺术家跟大自然的用色 接着进行配色练习 红色蓝色黄色 没错红黄蓝呢是颜料的三元色 我们的文化就是色彩 那我觉得把这些东西让学生从他自己 自己的文化里面 自己的部落里面 能够跟课程里面稍微做一些结合 我就觉得就不是一个被驱动 只是让他把学生能够从他的生活当中 自己去找出他自己的色彩 我们带着小朋友实地走访部落的 自然环境跟文化特色 那运用iPad跟学学Colors的APP 来寻找环境中的颜色跟文化传统的颜色 这张图是在说泰雅族人有那个跟路还有山 我觉得这个很有历史的那个意义 所以说我很喜欢这张图片 这个颜色是这个海浪的颜色 有分深跟浅 就会像说我们平常很像都没有去观察学校的景色 利用这样的课程 观察我们学校原来有这么多颜色 然后就开始找 那小朋友在讨论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绿好像不错 而我觉得这张图片里面颜色最多的可能是那个红 那小朋友们呢一共找出了五个颜色 包含泰雅族传统织物的红 小米的黄 传统竹编的盒 加东树的绿 还有泰雅族纹面的紫黑 那运用这五个颜色 希望创作出具有泰雅特色的五塔小感动机 学学这个团体进来 然后能够让更新的方式 跟更不一样的方式 能够去彩绘 彩绘它自己的文化 我觉得这样的团体进来 大家一起共学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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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